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莫顿则在手下的护卫之下逃离 躲到了亡灵之城哈姆纳塔 打算用亡灵黑金复活爱人 可惜侍卫队还是找到了他们 打断了招魂仪式 逮捕了在场的所有人 随后他们将伊莫顿的手下活活的制成了木乃伊 然后将伊莫顿也做成了木乃伊 并处以罪恶毒的处罚重施 最后将其分印于石棺之内 重施是古埃及最恶毒的刑罚 被执行人将永世不得超身 但如果被解除封印 将为世间带来巨大的灾难 为此三千年以来 世卫队及其后人世代守护石棺 任何试图靠近亡灵之城哈姆纳塔的都将死于世卫队的弯刀之下 画面一转来到三千年后 男主是一名雇佣军的军官 这天因为误闯亡灵之城而被世卫队追杀 被追赶之深处时 忽然发生了诡异的地线 而出现的流沙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世卫队是掉头就跑 男主看情况不对 也是拔腿就跑 男主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只好留在当地落草为寇 在一次抢劫行动失败后被人抓住 马上就要被处以绞刑 而另一边 女主是一个对埃及文化很痴迷的考古学者 她的哥哥则是唯利是图的古董商人 抱着不同的墓地 两人都对沙漠深处的亡灵之城充满了向往 经过多方的打听 他们了解到只有男主活着从亡灵之城逃离 所以两人花了很多的钱贿赂法官救下了男主 然后让男主带路前往亡灵之城 并找到了当地一个小胖子当随同 随后在去往目的地的轮渡上 男主一会儿与另一群盗宝人相遇 他们的向导是个当地人 据说世代在亡灵之城附近居住 大家本想井水不犯河水 各走各的路 然而世卫队首领包头哥 提前知道有人要闯入禁地的消息 于是派人要抢走众人的地图 还在船上放起了大火 在危急时刻 男主抱着女主跳海逃生 最终历经千难万险 两边人马都来到了亡灵之城 按照男主的记忆和地图的指示 众人顺利的来到了哈姆纳塔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许多的宝物 大家是欣喜若狂 但紧接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 宝物到底咋分 双方为此差点发生了火拼 但由于敌众我寡 再加上女主明白这里并不是哈姆纳塔的核心区 于是男主一会儿决定退出此地到别处去挖 但和男女主同行的小胖子却不愿意放弃眼前唾手可得的宝物 偷偷地离开了他们单独行动 随后小胖子看到墙上的壁画上有一种蓝宝石状的东西 赶紧就抠了下来 没想到这是一种叫圣甲虫的可怕生物 这种生物会钻入人的皮肤里 然后很快地爬到这个人的大脑 将人活活地咬死 然后在里面大量的繁殖 另一边 男女主无意中发现了装有一末顿的石棺 正要开关研究 但上面繁琐的密码装置却让他们犯了难 于是决定先撤出来再做打算 结果当天的晚上 两伙人再次遭遇了侍卫队的袭击 包头哥警告他们马上离开这里 但他们并不死心继续挖掘遗迹 男主他们本着考古的墓地 凭借深厚的知识解开了密码 打开了石棺 在里面发现了一具面目猙獰的干尸 这就是大祭司伊莫顿 而另一伙人则找到了传说中的亡灵黑金 在晚上休息的时候 女主偷偷地将对方的亡灵黑金拿来研究 看到这些字都认识 女主忍不住念出了身 结果却解除了诅咒 复活了大祭司伊莫顿 接着铺天盖地的甲虫涌了出来 很多人瞬间就变成了白骨一堆 剩下的人赶紧四散而逃 而女主不小心摔了一跤 结果被伊莫顿及其复活的手下给追上 但伊莫顿却错将女主认成了安苏娜 这才幸免于难 还有一个人也被抓住 那就是那个奸诈的向导 不过伊莫顿发现他带着五盲星项链 这是代表他是恶魔的奴仆 于是就暂时饶了向导的小命 让他成了自己的奴隶 另一边劫后余生的人们返回了开罗 还没有消停一会儿 伊莫顿就在向导的带领下杀了过来 随着伊莫顿杀的人越来越多 他的肉身也渐渐的得以恢复 而伊莫顿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举行招魂仪式复活安苏娜 他用法力逼迫全城的人成了他的奴隶 然后抢回了庄友安苏娜内脏的罐子 而且还抓走了女主 然后回到了哈姆纳塔 准备用女主的肉身复活安苏娜 而另一边 男主和女主的哥哥也赶到了亡名之城 他们和侍卫队首领包头哥讲和 共同抗敌 他们一路上躲过了伊莫顿的各种黑魔法 然后在一间密室 找到了制服伊莫顿的黄金圣书 但就在这时 一只甲虫钻进了女主哥哥的体内 男主赶紧用刀挖了出来 并一枪打死了甲虫 但枪声也惊动了伊莫顿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打斗 在紧急关头 女主念出了黄金圣书的咒语 尘归尘 土归土 该走的不该留 接着从神殿的顶部 飞出来一辆地狱马车 带走了伊莫顿的灵魂 最终将伊莫顿打下了地狱 影片的最后 哈姆纳塔沉入了沙漠中 而男女主结为了夫妇 继续进行他们的探险之旅 作为一部系列影片 除了第三部口碑稍显不佳 其他两部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在这里 涛哥只做了大概故事解说而已 因为不想过多的解说 小伙伴们还是亲自领略他的震撼去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